2019年8月10号凌晨1点45分 力骑马超强台风在浙江省温岭市沿海登陆 台风中心最大风速达到16级 约53米每秒 这不仅是中国今年以来的最强台风 更是1949年以来登陆浙江的第三强台风 而在此时更多网友都将目光聚集在中国第一高楼上 上海中心大厦是中国第一座超高层地标式摩天大楼 总高632米结构高度为580米 自2016年完工以来 该大楼第一次面对16级超强台风 它能抵御狂风暴雨的侵袭吗 对此有记者于8月10号对上海中心大厦进行了采访 并发布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显示大楼有轻微摇摆 不过并没有出现其他问题 作为超高层建筑 防台风工作要远比普通大楼难 那632米的上海中心大厦是如何抵御台风的呢 一般情况下 在正常的风压状态下 距离地面高度为10米处 如果大风风速为5米每秒 那么在90米高空 风速就可以达到15米每秒 若是距离400米处 风力将更加强大 此时大楼就会产生晃动 目前为了抵御大楼晃动 主要有两种解决办法 第一种是改变建筑物形状 对风产生干扰作用 第二种则是在超高层建筑顶部 设置一种名为风阻移器的装置 能有效减少强方力对超高层建筑产生的摇晃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风阻移器 位于中国台湾台北的101大厦 其外观为金色球体 直径达5.5米 重约680公吨 2015年苏迪罗台风登陆台北 不仅使101大厦罕见停业一天 大厦顶部的防震阻移器 摆动幅度更是高达一米 创下史上之最 上海位于沿海地带 所以经常会遭遇台风侵袭 所以在大厦建设之初 就进行了相应的防台风设计 首先借助风动实验 对大厦模型进行测算 力求到最佳抗风状态 大厦在建造时采用120度旋转楼梯 极大减少狂风对大楼造成了摇摆 据专家介绍 上海中心大厦的外观设计 比同样体量的举行建筑风阻减少了24% 堪成世界上最抗风的建筑物 此外大楼核心是围绕一根原柱建造 可以节省不少工程造价 并减少了对能源的消耗 除了外观外 大楼顶部更是安装了世界首创摆饰电窝流吊鞋质质量阻尼器 简称TMD 该阻尼器由吊锁、质量块、阻尼系统、主体结构保护系统四部分组成 总重超过1000吨 是目前世界上最重的百式阻尼器质量块 由12根25米的钢索吊在空中 此外 该阻尼器还申请了发明专利 被网友誉为镇楼神器 据业内人士表示 上海中心大厦的阻尼器自建成后还没有达到过极限状态 2018年安比号台风在上海登陆 大厦阻尼器开始工作运行 最高摆动幅度在40到50公分左右 而该阻尼器的最大摆动幅度可以达到2米 像利奇马这种16级超强台风可以轻松抵御 自8月10号利奇马台风登陆后 上海中心大厦的风阻尼器就已经启动 不过目前摆动幅度不大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大楼安全问题 此外 在最初建设时 大楼地基更是开创了仙河 据了解 上海中心大厦主楼地基面积高达6.1万立方米 这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单体建筑基坑 为了保证大楼地基稳固 下方胶住了一块直径121米 厚6米的圆形钢筋混凝土平台 总面积约1.12万平方米 相当于1.6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厚度则达到两层楼高 该混凝土平台下方还差了955根装机 两者一起承托上海中心大厦121层的负载 被施工人员形象地称为定海神座 近年来 中国制造的超级工程越来越多 每一次重大灾害来袭时 都对这些工程是一个极大考验 去年港珠澳大桥刚通车不久 就遭受了16级台风侵袭 并打破了世界各国对港珠澳大桥的疑虑 而今年的超强台风是对中国第一高楼的考验 以此来看 16级超强台风 并不会对上海中心大厦造成任何影响